我说了一只禁风1772 Savior想问是否会回生 相对高位是130元有货 他想问有什么减绑策略 减绑策略?130元有货 减绑策略 其实你说会不会回生呢? 其实绝对是 你看到我皱着眉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说会不会回生呢? 你现在等到这样的时候 你等吧,昨天出了一个很好的业绩 是有反弹的 但是由于他 我想有货的朋友会心碎清好 你就感受到了 其实他昨天反弹10% 都完全没有怎么收复 因为他其实为什么反弹这么多 除了有很多业绩很带动之外 就是因为其实已经超卖了 比如说为什么Meta Facebook 昨天不判后生这么多 除了因为出现业绩很好之外 也是一个超卖的反弹 其实金峰就已经是一个完全走约了 如果近期的一些利淡 我想主要有 除了业绩的数据是好 但是你说如果是前景那边的忧虑 应该有两大主要 第一就是因为国内那些 国内是差不多都饱和了 他们全部是聚焦在海外拼购的 但是这一期或者这一两年 他们的海外拼购就开始受罪了 因为现在有一些拉美的国家 他们开始想把这些资源国有快 都没有那么愿意去买给你们 所以这里也会有一个 扩张上的瓶颈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又是回到封城了 因为封城令到很多的产业 都停不下了 这算是他们国内 国家比较重视的一个产业 已经给他们个别企业 开始闭环生产了 已经开始局部复工 已经好些了 但是始终还是会受着这一个影响 除了是生产那边有问题 可能车企的原材料 都有个别材料短缺 你也很难去继续买你的资源去生产 还有就是会不会这一度的影响 又是回到刚刚刚说的经济前景影响 经济前景影响其实就是 影响了需求面 也会有这些宏观因素也会影响 走势就差的了 你现在你可以看看 会不会去下降轨 下降轨大约是在109 但是说真的 你现在出现疫情可以弹 我自己的做法是弹就拿着它 不要坐了很久 终于是回家鄉了 回家鄉的时候才走 还有这个也是 为何我不是很建议去 虽然这些东西 如果是在半山要 怎样可以做这个方法 或者我真的想拼博 那你就放近的防守 如果你130多日 其实那个止损位 应该是130.7 就是9月29日的收市 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 试试的方法 就是有时候 就未必是单一的操作 赚多少钱 其实未必真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 那个方法是一个长远持久 可以稳定赚钱的方法 所以我们是可以 所有方法都是可以试试 而你每一次都可以 去试试的情况 那就是 下一次可以 其他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去想 那 而现在的情况 就是 出完好数 有得大眼 你可以看看 有没有机会 上升轨 上升轨大约 就是109 和上面的阻力 就是116 如果上升轨大约 又是 有些人会 买完 就在 为什麽 我一买完就跌 一放完就升 其实就是 人家在跌的时候 买了 接着人家在升 那时候放了 所以如果他有力 重新翻升 你就拿着他 但当然暂时 还未 但是他正在上升 你可以儘管看他这一下 可以上到多少 但是他整个行走势 就完全未改变 就算曾经上升了一成 那样 也要去看市况影响 这一个板块 其实光伏和新能源车 新能源和新能源车 都是过去两年 一个最强势的板块 但是 今年其实是使得挺厉害的 内地那些都是 你 譬如ETF2845 他里面也大跌 他里面有宁德时代 这期也是大跌 所以这一度 要小心 但是我看到很多 都有些投资者关注 是不是可以买入的机会 这些相关股份 我觉得是可以 可以等待 那你如果有货的 你也是等待 但是你要小心破底 那一般来说的操作 其实破底 就是估出信号的 但我觉得可以再 就是升的东西 你继续看它升 去到多少 那下跌的 其实才要想 是不是出现了些什么问题 那这两个底 就是79.1 那现在一个防守 可以放在这里 但我想你 就未必会的了 如果一直下来 都没有去做一些处理 那可能等了 我这样的话